各位亲爱的投票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月15号礼拜三 台湾间上涨54点 所以8602点 量能做放大1151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投票 如果今天收完盘 你有看所谓的新闻来讲的话 你会去发现 今天市场上涨54点 市场会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因为 嘎外资 因为今天台值起结算 今天嘎外资 因为外资不空单 所以造成今天台股拉高做结算 好我们事后回想 事后回想大概是24小时 或者是48小时之前 那时候台股是跌的 台股开高走低流上影线 开高走低沙尾盘 开高走低行程 可以帮忙 市场告诉我们说 因为丙种资金 电饼的丙种资金 因为他结账 所以他抽出资金 造成台股开高走低沙尾盘 造成台股开高走低流上影线 好朋友 不管是不是今天嘎空 或者是前几天 丙种资金的做 抽资金 这种都是贴着盘面去做解盘 好 贴着盘面做解盘 基本上你不会犯了多严重的错 但是你也不会先知先觉 听话意思 就说你贴着盘面去解盘 事实上那是最保守稳健的 不管怎样讲 你都是永远是对的 只是贴着盘面去解盘 缺乏缺少某些的启发性的一个 前瞻性的看法 贴着盘面讲永远是市场 你永远不会错了 只是我深深觉得当你要把你的视野 视野拉高的时候 你应该跟别人有某些程度不一样的看法跟解读 这看法跟解读也许不一定是代表百分之百一定会正确 但是你应该尝试或勇于去表达你的某些看法 就像当初我们告诉你的 我说你从轴承 轴承 那MV的关键你组件 轴承的整个底部形态的主体 那代表应该是对MV 应该不要再去看空它 所以你可以看华硕或者是2353的宏击 不管是2357的华硕或者是2357的宏击开始涨起来了 我们从汽车类股的上涨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代表农历过年红包的行情要来了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是汽车类股的上涨 那你应该去留意 不管是线上游戏概念股 或者像你说灿坤 全国电子 它一定会有尾压 你调一组 就是说你尾压到了 那你对于灿坤全国电子会有帮助 结果今天灿坤 今天灿坤表现还蛮不错的 这种东西事实上应该都是举一反三而已 那身为一个分析师 应该是有前瞻性的告诉你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就像当初我们告诉你 我说这个盘如果它要上涨 它要动起来 它要把它让人拱起来 一定是要操作 什么我喜欢操作族群跟个股 所以我们从太阳能族群的发动 告诉大家LED 那LED的发动 我们告诉大家 IC设计股 一磅会接一磅 前几天太阳能稍微走弱了 那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太阳能族群 已经开始有逢高获利了结的现象 那接下来要发动的族群应该是什么 LED嘛 我们告诉大家 LED将从所谓的主身段进入陌生段 这样解释 大家比较能够取得共同的语言 就是说 这样解释 你比较知道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太阳能它已经有一点开始 整个族群做获利了结 那下一棒的族群拉起来 应该是由LED来做接棒 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我目前看好是比较在IC设计股 因为IC设计股 它比较倾向在于 出身段进入到主身段 所以如果你有资金部位 你已经卡位的话 那当然你就把LED持股虚报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目前还是空所观望的人 那原则上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去布局 IC设计股 对不对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收完盘了 如果你有看盘面来讲的话 今天除了高价全子股之外 好像大力光 红达电 TPK 红海 台积电这些 整个拉起来之外 市场今天 电子股的次族群 表现最亮丽的就是 LED 不好意思 好 所以我们要跟你带大盘 大盘 过去我们告诉你 这个盘 我的看法 就是下肤震荡 做整理 做大箱形整理 对不对 好 今天这根K棒很吊诡 我再用一个字眼 很吊诡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根K棒 它有想形成 嘎空的意图 那能不能嘎空 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我不知道 那只告诉你 它有嘎空的意图 所以 明天1月16号 应该是1月份 最重要的日子 好 为什么这样子讲 今天它有嘎空的意图 因为今天动 今天不管是高价电子股动 不管是在高档的电子股动 或者低档的电子股也动 我举例好了 高档的电子股像3008的大力光 今天涨停板 好 今天大力光涨停板 好 今天第一档的2498的宏达电 虽然没有涨停板 但是也快要将近涨停板 第一档的3673TPK 也快要将近涨停板 今天高价电股有动 好 高档的2317的鸿海 它也有动 好 也有动嘛 创新高 顺利填全息 好 所以 也就是说 今天电子股的买气 是整个扩散 不管是高档的有动 低档的也有动 这是一个买气 做扩散 扩延 听我意思 好 今天不管是高价的 像1000块的3008大力光 这些有动 或者是低价的电子股 也有动 那代表整个买气扩散嘛 好 如果今天的盘式是买气扩散 到处点火 那有可能 它是正式的起涨开始嘛 正式的嘎工开始嘛 那也有可能 老师 会不会今天只是因为 台词结算 拉高结算 一天就game over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去推的 就是说 如果 明天续涨 明天续涨 那代表今天的涨势 不是只是单纯的做嘎工 如果明天续涨 明天还能够创新高 代表它是一个嘎工的开始 听我意思吗 好 那如果 如果明天它没有续涨 没办法创新高 那代表今天只是短线的 因为台子期的问题 听我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为基准点 如果明天大盘能够持续的创新高 它就有嘎工的意图 那如果明天大盘没办法创新高 那大盘还是单纯的走 相形整理而已 因为今天 可用之兵全部都打出来了 高价类股打了 高档的高价类股 像3008的大力光 或者是2317的鸿海 这是比较偏向在高档的电子股也打了 2474的可神也打了 就是说你可用之兵都打了 低档的 像3673TPK 或者是2498宏达电也动了 整个买气都扩散了 所以是起展嘎空 因为一步之 就是一刀两刃嘛 你知道在表达的观念 一刀两刃 好 所以各位参与同朋友 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去 想一件事情 我想今天跟你聊TPK 然后用TPK去跟你带2454的联发科 好不好 联发科今天的高点是420块 之前低点是402块 TPK今天的高点是185 前几天 礼拜一吧 礼拜一TPK的高低点是169 好 投票 仔细的听了 今天礼拜三 我记得礼拜一的时候 有某家外资去调降TPK的投资平等 还记得吧 礼拜一的时候 有某外资去调降TPK的目标价格 那我在节目讲一个概念 我说你今天去看一个外资的研究报告 你要去了解 这家外资它持有TPK是几张 是两三百张 上五百张 一两千张 还是一两万张 两三万张 就是说如果这家外资 它对TPK的平等 你要去了解它的持有的账数 是多还是少 如果你今天持有人家只有一张 那你把人家调降到 140块 150块 或130块 或100块 那没有意义 因为你持有账数潮啊 那你讲这种很文言耸听的话 只是在什么 引起市场的注意力而已啊 因为你并没有实质 实质去持有TPK的账数啊 听话一说 好 那如果你今天持有TPK的 例如说你持有TPK的 百分比 持股百分比 你是20%30%甚至50% 那你讲的话 就举足轻重嘛 市场 市场就会认为 你的投资比重那么多 你持股的比重那么多 那你会讲出这种 这种话 或者你对TPK的 投资价值 你去发表你的看法 那我就会觉得 你讲的言论是 具有某些的参考性 知道我想表达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从这一次TPK 对于外资的一个评价报告 从礼拜一的169 到反弹到今天的185 多跟少 我今天不是要去跟你表达的 而是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你去看 这一家外资的报告 你要去了解 他对这家公司持股的比重 是多还是少 如果他持有的比重 你只有买100张而已啊 200张而已啊 讲的话那么 这么耸动 那种话你就不用去看 那如果他持有的比重 哇 他近期一直买 一直买 他的持股比重 也是外资最前三名的 那他的言论当然就具有某些的参考性嘛 因为他具有筹码的影响力嘛 就是这样的道理 好 回头我们来看245市的联发科 联发科间的高点是420块 收盘419 联发科在上个礼拜用带量的方式 15818张的方式 用带量的方式直接跌破际限 市场不是有两家外资 调降联发科的平等吗 不是吗 那我在节目告诉大家 我说就破断的个股啊 像破断的个股啊 例如像2606的域名 最近PDI指数大跌嘛 域名在这边50块这些 大整数关卡做整理嘛 我只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你今天是趋势的东西 那你不用紧 你不用紧 你让它打回拉回破际限的时候 你在进场去做承接 趋势的东西你不用紧 它一定会洗盘 它在上涨过程中 它一定会洗盘 因为趋势的东西 它不可能沿着5日均线或10日均线 做强势股的嘎工方式 直接做上涨 趋势的东西 它都是走三步退两步嘛 走三步退三步嘛 走五步退两步嘛 走五步退三步 这样子缓步的这样子 垫高上去嘛 用破浪的方式 把缓步的垫高上去嘛 那如果你会走五步退两步 或者走五步退三步来讲的话 那你在拉回过程中 有时候真的会 突然不小心的 突然不小心的跌破肌线嘛 那就我的经验值啊 就我的经验值通常那都是一个趋势个股 破际线的时候 很多持有长线持股的人 他想会卖股票嘛 所以他就会把股票 卖出来嘛 就跟联发科上个礼拜的观念 一模一样嘛 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告诉大家 你要的是趋势还是短线 短线就是我们讲的体材 就是短线的体材 你要的是体材 还是你是要破断 在操作过程中 你应该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的是哪一块 也许你觉得 老师 我当然是要做短线的啊 短线的 强势股 这是涨停板 说什么说不对 但是我觉得 做短线的基本上 不会让你赚到大钱了 做短线基本上 不会让你赚到大钱了 不然前几天 市场不是公布 近期做当冲的人 不是 大部分赔钱的人比较多吗 不是开放线股当中交易吗 先买后卖吗 所以做很短的 不见得能够让你赚到大钱了 反而是你对整个趋势的看法 当你能够抓住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一档接一档 就像我们当初告诉你的 如果他维系人系的话 如果他从CS展 台北国际电脑展 跟德国汉安威展 他一半接一半的话 他维系人系的话 那就有过去的经验 就是四大产业 第一论 动完面板 那面板你就要看好驱动IC 好 那不管是太阳能 或者是LED 或者是IC设计股 他要让人去 积极在一起 这些族群 他就会 轮发战争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看他太阳能 近期 太阳能在 前几天 有点熄火的现象之后 那谁来接棒 投票 就是LED啊 所以今天LED算是 这几个次族群里面 相对表现 比较好一点点的嘛 LED今天掌停板 还有三家 滑上东背跟泰国 还有掌停板 然后白红 还有涨5.97% 就说你可以 那涨3%以上的 还有光红 滑心 雷迪克 灿源 这是涨3%的嘛 就是说这种东西 事实上 不需要很复杂 投票 不需要很复杂 到后来 还是那一句话 你能不能把你 贪婪的心 把它稍微的 集中化 把它稍微 把它往内去做 应该是说 做沉淀 如果你可以的话 事实上 我觉得 你应该是能够 在股市里面 赚到钱 我一直相信 也一直认为 股市能够 改变你的 经济状况 股市能够 让你圆梦 股市能够 让你改变 你的家里 经济状况 股市能够 让你在 应该是说 圆梦 大富大贵 我不敢讲 但是股市 真的能够 让你去改善 家里的 经济环境 好不好 好 那差不多了 我们要去跟你讲 一档个股 2430的 灿坤 2430的灿坤 今天 经济日报的 西五版面 他说 灿坤 吃得开 充20个品牌 主打 铜板经济 4月份将 引进日式的 乌龙面 扩大餐饮版图 挑战十年 达正 这是今天 你看到盘中 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 很多人会引用 这则新闻 告诉大家 灿坤 未来即将 转型 所以今天 灿坤涨 各线投票 超多股票 需要看到这一则新闻吗 应该不用吗 就像我们之前告诉你的 过年要到的 尤其最近你有看电视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全国电子或者灿坤都在主打什么 尾牙嘛 请问一下你们尾牙了吗 有的很多公司应该 应该都差不多都开始在吃尾牙了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 生活经验 投票 老师 你为什么知道参观会长 我也说不出来 那是一个生活经验 那这种生活经验 你必须把它化为你内化的直觉反应 直觉这种东西 就像我当初告诉你的 去年的八月底九月初 我说 天气要变冷的 那樱花会长吗 9911的樱花会长吗 或者是像 这是去年的八月底九月初吗 那去年的三四月的时候 三四月的时候 天气要变冷了吗 我们说9907的统一石会受惠吗 还记得 统一石就这样 慢慢的金金长 这样长上来 9911的樱花 就是这样子金金长的 长上来 知道我想表达的 所以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觉得现在寒假快要来了 今天是1月15号 快要距离农历过年 大概剩下 1月底嘛 大概剩下15天的时间嘛 半个月的时间嘛 所以各位一起来投票 什么会受惠 很明显的嘛 呃 线上游戏 概念股会收惠 线上游戏 概念股会收惠 然后卖手机的通路这些会收惠 通路股会收惠 所以 2915的论态拳 最近拉回是跌次 我没有叫你 明天马上马上跳进去买 我没那个意思 而是说 你的操作 你是要短线还是波段 如果你是要波段的个股 那你原则上 你应该利用 利空或黑棒的时间 利空或者黑棒的时间 去卡这种 波段的个股 听话意思吗 当然如果 老师 诶我想 操作比较 量滚量的 然后比较积极短线的强势股 那你的操作就像刚才我讲的 你就是往目前人气比较旺的 LED跟IC设计 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切割 你想要的是哪一块 然后 当你知道你要哪一块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因为两块的操作策略是完全不一样 好不好 这个没有好或不好 而是你要的是哪一块 你能不能分别出来 你要的是哪一种操作方式 好不好 那就这样走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我一直深深一个相信一句话 就是说股市能够 让你在股市里面稳健获利 大富大贵也许我没办法成为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巴菲特 例如说几十亿几百亿美元 但是我深深觉得股市只要你有很好的纪律 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观念 很不错的一套的技术分析 你真的能够在股市里面稳健获利 然后进而去改善你的家里的经济财富 然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这是我节目想去传递的 我会跟我的节目跟其他分析师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的节目不会用很夸张 很炫朗的方式告诉你 你可以五支涨停板 六根涨停板 七根涨停板 但是我一直深深觉得 股市能够让你稳健获利 改变你家里的经济状况 达到你某些的 例如说我带小朋友出国玩 或者是说负担我的学杂费 或者就是全家去环岛旅行 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可以透过股市的方式 能够去达到你的理想跟梦想 好不好 那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 寻找一个专业诚信负责的团队 我林鸿巷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心爱的好朋友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段很高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巷 下半段时间大概剩下五分钟 那我们做最后的叮咛 明天是1月16号礼拜四 应该是整个1月份最重要的一天 如果明天能够持续的上涨 创新高 那代表今天买气的扩散 不管是高档的高价类股 或低档高价类股 就是我们讲的强势股 像大力光鸿海 创新高或可乘 这种强势股的带动 或者低档区的2498宏达电 3673TPK 这种底部的翻扬 或者是像刚才我们讲的 人气股 LED现在已经接棒太阳能 太阳能已经开始有点比较弱势了 所以太阳能接棒到LED 那LED也带动 带动IC设计 好 如果整个买气能够扩散 那明天真的又上涨创新高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 是不只是嘎空而已 代表今天起账兼嘎空 不好意思 好 那如果明天大盘没办法创新高 明天大盘是拉回变黑K棒 那代表今天只是单纯的 台子期结算的问题 了解我意思 好 所以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你问我哪一种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但是明天开盘之后 大概就知道了 好这是关于大盘 好 就大盘是嘎空还是做箱形整理 大概明天会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做出来 好 那 如果你今天是以偏向个股操作为主 那代表 你就要去切割 两块 你是要破断操作的还是短线的 如果你是要破断操作的 那刚才就跟你讲过 破断个股原则上 你就是拉回等破季线的时候 你进场买就可以了 那如果 老师 我要做比较短线人气股量滚量的 那刚才讲过 那就比照技术分析进场去做操作 那目前的主流 它已经有点开始 从太阳能到LED 然后再慢慢到IC设计族群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近期我们的布局 我想投票应该都已经慢慢的明了了 那TEMPO大概都一直掌握到了 那过去我们告诉大家的 像线上游戏概念股 你验证了 线上游戏概念股 我们应该是领先市场讲 当初汽车概念股在动的时候 汽车电燃 汽车 汽车展 那时候在展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大家 嘿 线上游戏概念股 整个寒假概念股 应该在动了 那近期我们告诉大家 尾牙如果要来了 那你应该去留意 像灿公或全国电子 这种东西都是经验的累积 都是直觉性的反应 经验的累积跟直觉性的反应 就如同当初我们告诉你的 9911的樱花 跟9907的统一石 这种东西不需要很复杂 这种东西只是你们把你的 生活的累积 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就像近期我一直在强调的 如果CS站穿戴式装置 能够让你surprise 眼睛为之一亮 那各位一起来投票 在高科技东西越做越薄 越做越轻巧 越做功能越好的情况之下 那我真的很看好 IC设计这个族群 好 所以联发科那时候 利用外资拉回 利用外资的看空跌破极限时候 我们在节目告诉大家 你应该利用拉回 破极限时间点进场做承接 结果今天 联发科已经反弹将近快到420块了 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累积 生活能量 那你去把它转换成你自己的东西 好不好 那跟投票一起去做分享 那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边就进广告了 电话02-2570-5657 如果你想在新的一年 2014年寻找一个优质团队 寻找一个你值得信赖的优质团队 我林红相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好不好 那我一直深深觉得 股市能够改变你的经济状况 股市能够让你圆猛 股市能够让你 应该是说 创造某些财富 好不好 那公司有个优费活动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祝祝你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